林志明就說他的油家粒一直乾 而且不知道 他想問我請教老師 問題是在哪裡要怎麼處理 這種油家粒比較容易 他的流口會乾掉 還是什麼樣子 和過牆的日照 其實這個油家粒 這種如果有一點點 他有一個日照 他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說那個日照 不可以太過頭 算不能太過於 你還是 比較不夠 那個色澤就比較沒那麼漂亮 但是我們知道你也是不可以讓他太過頭 不可以讓他太過頭 這個太熱了 這個高溫 所以高溫的時候 一般來說 可能要稍微注意到 第一就是說 如果有條件適度遮音 如果沒有可能就是你要稍微注意到這種噴霧 噴霧的解決問題 這可能是一個 因為如果是適度 適度就要比較低 適度高的地方 適度高的地方 適度太過頭高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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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我們在說的這個油加利 和這個五月上在吃那個安宿 一種的油加利 應該是不一樣 所以不可以 不可以說這個東西 如果是不注意 這當然 我相信我們好朋友專業栽培不太會 所以 比較不會有一種的這個 這個 有人說不怕熱不怕濕 這個還是要 沒有他還是會怕熱 所以你會流的會比較乾 比如說會流的會比較乾 這個東西 這有可能是一個根細的解決部分 雖然他還蠻強壯的 但是 可能就是他在這方面 你要稍微注意到這個根細 不可以讓他去堵到水 這可能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 這希望說你在管理上 所以他的搭 他的這個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的搭 這有時候是因為 這個高溫 你如果是高溫的時候 稍微注意這個微噴霧 這就能把這個問題來解決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高溫的時候 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雖然說 他對這個絲 這個有稍微有一點奶 但是他不能積水 這個東西他很怕很怕堵水 這個人看這種東西 這個就是 很多人會告訴你 他好像是很耐乾很耐水 但是你這個筋是不行的 這也是不可以堵水 所以 你給他稍微打算一下 一般比較沒有這種的解決問題 來發生 這應該是你的根性 有堵水的解決關係 這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這給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另外一個好像有一些是 這個 中斑 一種濕度行過頭 有些重一點炒答兵 這個跟碳居病有關 所以濕度高的時候 你噴一層油 那一般我們用的 這個 系統性的這個油 裡面 這個油加利葉 你用這個 塞浦富泰寧 這就是說用這個東西 還是說用這種 類似像 帶克力這類的 要塗一層油 那它的顏色會更漂亮 不是 它有一點點的抑制生長 所以它的這個油 反而就會更漂亮 所以 在類似這種 這個麥角醇合成抑制的這個油 這個什麼利 這種帶克力 肺克力 似克力 那麼 這類的這個油 你也可以搭配來 可以控制掉 那麼一般來說 我們可能在這個 被分4顆粒 這個塞浦富泰寧 那麼 被分替加這個 普克拉 普克拉蒙 一種的這個油 那麼 這個帶克力 德克力 一種這個都可以 就是稍微給它 輪輪一下 那麼 這就要幫它 控制一下 如果下去 你還是要稍微 因為我們的官業 你這種東西 做切業 這把蝦子賣 所以蝦子的一個 這個水 還有它的完整很重要 所以我們第一 就是注意 不可以先過頭髮 再來就是說 不可以堵水 如果有堵水 你肥料一定要注意 這個你要 降低它的濃度 那麼 還有一個很要緊的 就是炭居病的一個風低 剛才說的這個油 這其實不是只有對炭居病 所以 你要稍微噴一下 一般來說 這個可以控制的比較好 這是我個人稍微的一個請求 提供給你做參考